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嘉宾主持林宇涛 今天和大家探讨一下 彌補法刹停了 但民怨未平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欢迎观众朋友打电话 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的议题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现场嘉宾 和我们一起探讨 包括时事评论员素闻人教授 你好 亦邀请到时事评论员蔡子余校长 你好 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 有关彌補法案和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民怨的相关议题 欢迎观众朋友 继续打278-9192 或者通过盈光幕上的网址 或者澳门开港的Facebook专页 或者微信专页 和我们互动家留发表你的意见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连续100集的澳门开港 每期会选出一名最佳的互动观众 送上珠海澳特美国际会所 数可泰SPA的1000元的消费券 希望观众朋友能够 勇约一点和我们打来 和我们沟通和发表意见 在这里我先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卡转合共损失49万元 司警拘捕两名乌克兰男子 怀疑他们涉及国际跨境犯罪集团 在去年8月开始尼奥犯案 将盗取的资料运送到乌克兰 制作假卡 再到泰国和俄罗斯提款 统计局公布 今年首季展览活动有13项 入场人质26.4万 按年增加5成1 展览参战商主要来自香港 期致是本澳和来地 同期举行的会议有263项 与会人数达到4万人次 由澳门基金会主办 赤诚情怀、赞美河山 老若曾角画艺术展 昨天下午 在澳门国军俱乐部展览探望 展出来自北京著名画家 老若曾先生 更作精品超过40幅 欢迎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近日弥补这个法案 相信一定是一个社会最热门的话题 其实在周日 因为反对这个法案的游行 大概已经有超过2万多名市民 上街去发表这个意见 希望要求政府撤回这个法案 其实昨天 虽然行政长官 因为周日的游行 已经即时暂停 或者重新审议这个法案 但似乎未平息到民怨 昨天在立法会去审议 然后再审议这个法案的期间 这个动议的期间 其实都应该 昨晚都应该有超过7千名的市民聚集 虽然叫唯立法会 但其实都是很和平理性的 其实聚集在立法会旁边的草地 其实场面也挺人多 也确实是挺震撼 在我自己的感觉上 无论是游行或者这次的集会 似乎都是我们回归之后 一个最大型的民间社会运动 其实这个问题 是真的值得我们去探讨 为什么会有一些 这么大型的民间运动 是否纯粹是一个法案 还是这个法案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问题 引发这些连串的事件 其实我们同时都准备了一条片段 或者我们看看整个片段 希望对昨天的 在立法会外的活动 有个更全面的了解 也都想听听居民的意见 全澳所关注的后任 现任和离任行政长官 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法案 昨天立法会全体会议表决 是否接纳特首的请求 终止法案细则性审议表决的议程 针对法案细则性审议表决 有团体在网上发起包围立法会行动 下午两点陆续有市民 来到立法会对开的空地集合 警方一嘴隔起铁马防范 大批非本地的传媒也到场采访 有团体在现场向议员提交请愿讯 3点立法会大会准时开始 这个时候已经有近千人聚集 议员吴角昌率先引介表达心意 希望特首撤回法案重新研究 但是这个心意最终在四票赞成 二十票反对和六票欺权的情况下 遭到否决 随即进入议程前发言 正反意见互陈 由法案内容一讲到高官问责 而场外聚集的人数越来越多 直至到傍晚5点已经达到几千人 高举抗议标语和高夫撤案的口号 强烈要求政府撤回有关的法案 撤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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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会里面直到六点之后才进行一般性的表决 我们现在进行有关的一般性 关于行政长官提出的有关的取消 今天有关第一项议程的法案的议决 现在负置于表决 好 一般性 议决是一般性获得通过 那我们现在对有关这个议决作细质性的表决 副表决 有关细质性获通过 最终的议决在31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的弃权下 获得全票通过 接着再以同样的票数细质性通过 即是接踏了特首 终止高官来任補偿法案细质性審议 表决的请求 与此同时 立法会外已经有近五千人正座 知道了议决获全票通过 全程恶声不断 天色漸晚 几乎占据了整个草坪的民众 并没有散去的意思 继续高夫切案的口号等等 并启动手机的电筒灯光辉动 场面十分壮观 你们有没有做不到什么 但是又要离职之后 有这么好的福利 我们市民都没有 你们做官的有 在早十年前你决定减少 就是斩了长粮制度的时候 你的目的是 减低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 现在是有数得计 是会继续增加这个负担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离职制度 当然要它撤回这个法案 不要在拖自决 我自己也希望 看到我们的议员真的要 就麻烦代表民意了 不要再缩住了 麻烦你们 讲清讲楚 你们今次是贊成这个法案 还是要反对这个法案 还是不要在这里坏拖 不断在这里说 要如何修订什么 市民对于高官的表现是非常不满 觉得你们是不应该拿到这些所谓的奖励 下台 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听我们市民的诉求 完全没有咨询我们 完全没有听我们的心声 我们要的是一定要撤回 不要一拖再拖 不要一拖再拖 不要当我们是傻 我们要求快点撤回法案 参加的里面包括学生 公务员 庄可等等 直到晚上8点 参加者自觉地清理现场的垃圾和杂物 之后才离开 集会和平散去 主办方表示 集会高峰期参加者大约有7000人 又形容今次的活动是一场有质素的公民运动 重新暂缓不等于撤回法案 他们将会商讨下一步行动 看到片段 其实我也看到昨天在立法会外面的情况 确实人很多 亦都很齐心的 你看到他们 亦都确实对法案有很大的意见 情绪上其实不少都很激动 觉得政府为什么还要去推这个法案 其实这件事看上去 过去人家感觉 澳门总是说澳门好像很平静 大家都不是这么出声 似乎不是的 我们其实也有很多 真是今次至少走出来见到 有很多关心社会 亦都敢于发声 完全不介意的 以至抛头路面 我走出来 我支持这个行动 所以其实看上去 这件事有什么反思 或者我待会要请教两位嘉宾 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整理了不同报章的评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澳门日报的新闻小雨 就说 其实在高官保障法案的过程当中 由于市民大众对法例 未有透切的理解 加上部分条文是存在争议 所以近月来反对声音是不断的 政府官员开刊只是重复强调 定立这个高官保障法是合理 有必要的 但未能更好地向官员解释 法律条文的疑团 时机不当 解说不足 态度不正 最终激起了民间的强烈反弹 今次事件 遗政者和整个社会都要反思 未来 如何能够沟通和理顺民意 如何能够在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是当无自及 《市民日报》也评论 市民之前说到 其实年轻人透过新的传播媒介组织 社会行动一呼百应 网络动员的能力绝对不能少看 同时年轻人在这个世代中 面对高楼价 私楼的上车盘都难以触及 加上新京工法又没有一个轮候制度 令他们对前景感到绝望 既然未来的社会是由年轻人当家作主 当局应该更重视年轻人的怨气和意见 否则事态会变成一法不可收拾 华侨布不华之论指出 会上有议员批评行政法务司司长陈黎敏要负责 现在要行政长官去执首尾 但不者就认为 不知道陈司应不应该为此事负责 因为他根本是一个局外人 政府评论指出 明明我们人民是主人 你们官员是仆人 即是人民的公仆 为什么仆人可以不听主人的话 现在主人要求撤回 仆人可以抱死 抱住这个自肥自保的法案不放 还要想如何卷好重来 世上有不听主人说的仆人 都只会遭主人炒了 但有一些主人跪求仆人者 但是现在我们要面对主人是炒不得的 即是炒不到仆人的 澳门特区偏偏有这种荒谬的事发生 奈何 不同的报章有不同的评论 但一致都认为 其实政府在这次事件上处理不足 甚至有些觉得主事的官员是局外人 这个都很清晰 一针见血 其实两位怎么看 或者交给苏教授 分析一下我们为什么民怨沸腾得这么紧 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今次出来的是年轻人 今次是那两万人也好 有很多年轻人 但其实什么阶层都有 我都看到 一定有 不同阶层 但很少有这么多年轻人 没错 那一个很主要的 亦都看到 那个的动作 全部都是一些年轻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那 在另外一个特点里面 我们更加看到的就是 这群人 他们去游行 去 现在坐在这里 围住这个立法会 他们很有纪律 游行的时候 是很有文质素 我们看到这群朋友出来的时候 首先我们排除了很多时候 政府用了什么乌合之中 这个文字 今次一点都用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全部收拾了 很清楚 所以 这是一个特点 即是说 年轻人 他们今次出来 他们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大教授 为什么这么一呼百应 过去很少见 正正就是 这个问题 大家在谈论 其实 大家也没有理解到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行 不会是 因为一件这样的事 即是法案多差 似乎 因为一个法案 每个人都有他们出来的目的 目的里面 其实他们心里面 一定是有不同的 所谓不高兴的事情 不满 怨气 即是他们 即是令他们感觉到 我一直在这段时间里面 一直生活 我一样都不满意 甚至乎有些传媒说 前景都看不到 是吗 这个很清楚 刚才大家都说 那间屋卖不到 但不止 从他们住屋 对他们的交通 跟他们的医疗 去到日常生活的通货膨胀 一样东西 在我们的青年来说 尤其是刚刚出来做的 没有多久的朋友 他直接是 可以这么说 是那份量 数字给人看 挺好看 不错 但其实 对前景感到绝望 不是很多 因为前景是怎样 买屋 不要想 买车 是塞车 买电单车 你那间车被人骂过 是的 你也要用人上班 这些全部都是晦气的说话 接着一定问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晦气的说话 因为我们的政府 在过往的十年十五年 没有东西做到给我们 我们不是今天才说这些问题 大家都很习惯 我上班 我怎样 我坐巴士 上不到车 我叫的士 的士不是你的 即是怎样 所以 其实想问 政府在这件事的应对 有些你觉得是怎样 今次政府 一直以来 都是用一些很温湯水的方式 即是说 不咬不咬不咬 令到 即是说得不清楚 拖得就拖 是的 而到今次 还去请立 即是 比方算立法会等 大家最忍无可忍 这个情况拖 拖截决是很明显的 你们不要叫我搞什么 我拖 其实很早已经有声音 说你撇回 你撇回了 再谈过 也很清楚 社区告诉你 这个补偿案 可不可以现在谈 遲些 给下一届 大家很清楚 但是我们的政府 应该又差 明白 请教蔡校长 即是你怎样看 今次这么多人 一夫八认又妓 可能真的很多年轻人出来 我想客气一点 我们中国传统以来 我们称我们的 一些所谓的官员 就是叫父母官 是吧 父母官应该是爱民如子 我们说 如果我们的父母官是父母 我们是子女 我想我最近听到最多的一个 就是社会工作的一个广告 就是防止虐待儿童协会 我现在可不可以去那里 举报 我们的父母官疏忽照顾我们 疏忽是表示什么 我们的诉求被疏忽 我们的民意被疏忽 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被疏忽 你说不作为 一回事 每天都有不同的媒体 不同的一些不同的讯息 都是提出意见给你 包括交通 包括托儿等等 而且很早前已经告诉你 几年前已经告诉你 我们托顾不够 几年前已经告诉你 我们巴士不足够 我也要插嘴 托顾其实是一个出生婴儿 从80年代到现在结婚 其实应该很早就预计到 没错 所以一直以来 就是疏忽我们的民意 导致今天的恶果 第二就是说 从来父母官 我们说 中学生为什么今次这么多 我有问他们 特别是高中生说 他们读了用范仲淹先生的 先天下之休与休 后天下之落而落 他认为他们的回应是 我们的官员既然是 先天下之落而落 后天下之休与六 所以站出来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我们的民生有很多东西 这两lect茶区我有看到 有市民讲 我們給雇主無糧解僱 我們有沒有補償 我們有沒有適當的賠償 沒有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民怨對職起來 如果我們的問責官員首先建立一套問責的制度 然後真是先天下之憂如憂 即是說我們這麼不健全的勞動關閑法 我們這麼錯落百出的家暴法 以至到等等衣食與住行的東西 完全漠善我們的民意 在這種情況下 所有東西激發起來的時候 這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 爆煲 這就是一個民意漠視疏忽 長期疏忽 我們有一個被疏忽照顧的子女女 今天不站出來 我們等死 不過用校長的一句話 疏忽也是一種虐待 明白 或者我們這裡已經接到觀眾朋友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請講 你好 嘉賓你好 我今天講一下公關制度 你怎麼看 我覺得她這個制度 扔出來是好的 不過應該是要為大眾市民退休的制度 不是為這些細社群這個制度 不是為自己吃肥一點 你為自己吃肥一點 至少要先做好其他 你的感覺是嗎 什麼 至少應該要先做好你剛才說的其他 對 大眾市民要細社群 沒有可能你自己這麼快就可以得到的 還有我們是越小智障人時加平 這天我也有帶一個兒子出去遊 我們這麼辛苦帶一個兒子出去 為什麼呢 黃小姐 為什麼就是為我兒子爭取應得福利 因為他們可以這麼快 我們這些兒子到求醒10年都沒有給 我們這一天有一群家長自發症 帶一些兒子走出去一百人 我們去到特首府裏就遞了信給特首 我們都是一群家長的心聲 希望殘責人士的生活保障 和維生指數加勾 所以我覺得 黃小姐 我知道的 你也表達了很多次 不過我真的想請教一下你 其實你去到現場的感覺 其實可能也有不同的訴求 包括你可能是藥智家長那方面 關注你子女 其實你是不是感覺到 在兩次參議活動當中 有很多不同的民怨累積在裡面 是 因為真的今次 因為我真的在澳門討生浩動 第一次出來遊行 就是我過去看到 真的很多不同 是不是必是反對要留意 是說些民怨 黃小姐買不到樓 為什麼托派斯蘭 很多民怨出來了 真的逼到大眾市民已經是 但是黃小姐 容許我多問你一個問題 是 如果你覺得要化解這個危機 你有什麼建議給特區政府呢 建議應該是想清楚 你應該是為市民做了 我覺得 大家這樣說 不要現在這麼急速做 市民的活動都不做 你自己很高薪 你想想我們這些資助人士 一個月只有幾百元收入 即是感官我作為市民 是的 即是你們自肥 你們可以退休 拿多少錢 那我們的孩子是怎樣的 我們經常要求 給生活費和維生事數 你都不放出來 只是放你自己這麼快可以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站起來 要帶孩子出來 要走 不過我們真的很慘 走得很辛苦 黃小姐 又抽筋又吐 那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多喝點水 萬一將來獎給其他活動 所以我希望真是特首 我們帶一信給他 真是真正的家長 那我要接下一個電話 多謝黃小姐的電話 我們還有梁女士 梁女士你好請說 梁女士麻煩要關掉電視 就可以跟我們聊天 梁女士你好 我關掉 請說 怎麼看今次的遊行 我也是那次澳門市民 就是隱瞞別人 出來發聲 你有沒有參加梁女士 有的 我也有參加 你為什麼會參加 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那些高官 顧自己的學包 都很自肥 都不理那些民生 在地下的民生 梁女士 你最不滿的民生問題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分享 最不滿的民生 就好像貧政人士 我們那班貧政人士 家長訴求了這麼多年 貧政活動沒有治理 明白 明白 知道 梁女士 因為剛才是黃小姐也說了 明白 多謝梁女士的意見 我也很明白 一些藥智人士的家長 她的心情 或者在這裡 我們看看天理的情況 回來再和大家澳門開講 歡迎回到澳門開講 現場的我們今天 就和大家探討一下 彌補薩庭 但是民怨未平的一個相關議題 在這裡我們接到政治學者 劉仁寺教授 劉教授你好 劉教授你好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怎麼看 我們這次的那個 彌補法案的那個問題 和它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多的民怨 好 請說 我先跟你說 我不是教授 不好意思 劉先生你好 不好意思 我搞錯了 但是請說 好嘞 我大概呢 我說三點 首先就是說 這個事呢 就是咱們澳門的發展中 出現的問題 就是說 用制度化的方式 使離任的行政長官呢 讓他保證有一個 足夠高的生活待遇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必要的 因為呢 這是這個國際通通的做法 這是其自身的政治地位決定的 比如說那個 什麼澳洲的 比利時了 加拿大了 日本了 什麼英國美國了 什麼西南威爾士 安大略了 但是劉教授 我想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有些地方有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是沒有的 也有的地方是沒有的 所以就是這個是 基督化間接中的一個過程 對 但是呢 但是那個有的話呢 更多一點 有的話更多一點 並且這個有呢 就是它能夠有利於 讓它呢 保持這個統統期間的 連接勤政 就一般的國家和地區 它都規定 就是如果有內亂 它犯了外患或者貪污腐敗這個罪名呢 這個離任高官會受到這個 就會被恥多全部或部分的待遇 嗯 這就提高了這個主要官員呢 腐敗活動的這個經濟成本 明白 還有一個呢 這也是一個配套的一個辦法 比如說咱們澳門就規定 就是有關條文 就說離任的長官 及主要官員 終止職務之日期呢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呢 都是不能從事這個私人業務的 對吧 這樣的話呢 如果說你不能保證它足夠的收入 它手裡它還有掌握政府的一些機密 它就可能按地理假探之手 按照09年的法案呢 就是行政長官是一加二的 第一年就是什麼都不能做 有兩年就要審 就是通過評審才可以去做 主要官員就是一加一的 有一年不能做 另外就是一年呢 就是需要經過批准才可以做事的 劉先生請說繼續 好 再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覺得是那個 這個程序上呢 就是說那個 這個事兒呢 可以更滿善一些 這個問題不在於給不給它這個大約 應該給是吧 但是這個問題出在哪 就是出於這個缺少事先的論證 和與民政的溝通 但是它也不是說沒有論證 就是這個論證呢 沒有公開 沒有那個充分的論證 比如說香港的政府呢 他們2005年的時候呢 就成立了一個行政長官 薪酬及離職後安排獨立委員會 對 來撰寫的這個報告的建議 這個報告呢 很詳細分析了行政長官裡面的一些 各方面的利弊 我們應該給什麼不給什麼 有什麼參考我都有看過的 對 就參考了十幾個國家的做法 這樣的話呢 就避免了政府的這個刮天米下之嫌 反正呢 如果說不是由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來提出這個東西來 是由政府單獨的向立法會提出報告 並且沒有向民眾解釋 聽過各項指標設立的依據 和其他國家的做法 再加上法案提出的這個時間的問題 那就很容易被人認為是自肥 嗯 最好一點呢老上 還有最後一點是 嗯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 對對對 還有最後一點 就是說那個 就這次的話 比如說那個 昨天有人遊行是吧 這個 是集會 集會在立法會外面 對對對 所以這個事呢 我覺得應該自己來看 這個遊行示威呢 這是居民參政的這種重要情勢 對不對 它有助於政府了解民意的方向跟強度 嗯 要是沒這個遊行示威 政府可能就不會出 不知道民心究竟是個怎麼樣子 嗯 並且呢 您看到很多人是年輕人是吧 對 這有好事有不好的事 好事是什麼呢 這很多年輕人是自發的 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很多年輕人就投票率很低的 對不對 對對對 不過這個事呢 我們可以看到澳門的年輕人 還是有一定的公心的 所以說這 這是從積極方面來看是吧 從政府這邊來看的話呢 政府看到民意怎麼樣的 有充分的這個度量啞量呢 嗯 就及時的撤回了這個香港的法案 嗯 這也應該給予這個基地的評價 明白 OK 多謝劉先生和我們分析 其實劉先生說到 我也跟兩位分享一下 其實當時我也去看過一些資料 其實香港無論是來定主要官員的薪酬 其實很清晰的 他就說香港有多少個公共機構 裡面我現在定這個薪酬是排第幾的 公共機構裡面的行政總裁排第幾 第十二到第十五其實寫得很清楚 也包括行政長官他剛才說的 獨立評審委員會後面的待遇 其實都一個真的很詳細的分析 包括不同地方 但我記得最重要一點就是 當年的董建華先生說 因為自己可能是直接的受益者 所以他就決定不應該討論行政長官的薪酬問題 只是有禮遇 這個香港的情況 在這裡我們有鄧小姐的電話 鄧小姐你好 你好 鄧小姐你怎麼看這次彌補法案 還有你有沒有去上街遊行各方面 有 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 我認為他應該要撤離 撤離之後 撤回 下一任的長官上台 然後再慢慢討論 以後的長官 第一個要問責 是 肩甲是你不能夠追溯 之前那些長官 那些治療官員的身仇 即是統一公務員的 現在的一貫做法 就沒得追溯了 明白 當然沒得追溯 肩甲第一件事 要整好民生的衣食自行 你覺得民生哪樣最差 鄧小姐 如果你是行政長官 你會先做哪樣 你覺得哪樣最差 哪樣最差 是 醫療當然是 肯定是 大家明白 現在回歸十幾年 我覺得是 比奧浦時代還差 為什麼這樣說 經濟表面上發展了 想聽一下 表面上很好 但是 很多民生 很多怨氣 例如 現在80後 那班80後90後 買不到樓 買不到樓 托移問題又不行 是 兼顧 我本身是智障人士的家長 是 明白 因為 你在2008年 殘疾人權公約 去保障殘疾人士 有適足的生活 這個 你不保障好 你特首 鄧小姐 不要緊 我們還有鄧小姐 鄧小姐 因為鄧小姐 家長說了很多 我們真的被其他觀眾中 鄧小姐 鄧小姐你好 好 麻煩要三天時請養 好 主持人 你先讓我先說 因為我很難聽你的電話 是 那天 25號 我去了遊行 是 那我就先要讚賞我們的 澳門人 那些年輕人 是 因為我們 就 帶了很多的智障人士出來 去參加遊行 那我們 為什麼要帶智障人士出來 參加遊行 就是一路 政府都漠視我們 沒有聽到我們的訴求 沒有聽到我們的聲音 但是呢 這次呢 我就感覺到 我們其他的市民 和年輕人 他們是沒有排斥我們的 當然不應該排斥 是 那他們呢 真是有很好的公民質素 明白 第一個呢 令我很感動的 就是因為 他們有幫我們喊喊喊 有些人抽筋 因為我們真的太熱了 那些年輕人都趕快走過來 幫忙 這個呢 我們感覺到 大眾市民 真的很厚 張小姐 我相信 殘疾人士的福利 肯定是你說的 其中一樣 我想這個 因為之前都說了很多 我想問 除了這個福利之外 其實你覺得澳門最需要 就是要面對 或者解決民生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你說 我要說殘疾人士福利 那我當然要說 殘疾人士福利 除了這個 我相信大家明白的 剛才都說了 連續說了四位 但是你除了這個 可不可以說一件 讓大家知道 你們都關注的問題呢 其實我們還有關注的問題 就是 年輕人都上不走樓 政府又不問責 明明呢 我們訴求了這麼多 我們的官呢 就漠視我們的民意 那你說 你主持人 你說一句公投說話 所以 既然 感覺很不奮氣 就是他就有這樣的法案 你自己 一些訴求沒有回應 明白 那些高官自肥 殘疾人士的生活 都沒有著落 那我們是不是要出來走呢 明白 好 謝謝鄧小姐的電話 我們還有謝小姐的電話 謝小姐你好 你好 謝小姐請說 蘇教授你好 這樣我說那個彌補法案 是請說 是 真的很彌補 嗯 為什麼覺得離譜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那因為 那個 法案呢 推出來之後 那麼多人反對 但是他依然都沒有接回 嗯 只是各自 是 這些主要的官員呢 就是還沒有一個 檢討的心 我覺得他 嗯 還是覺得自己很應分 我這個 來职補償 這樣 就是覺得沒有他認真 沒有認真去聽取 真真正聽取 民意 理解你們的反應 是嗎 是啊 沒有理解到我們市民的反應 以及已經給到隔離埠 香港 但是謝小姐 我相信 你其中一個主要訴求 就是要 要撤回這個方案 但是其實我相信 謝小姐應該也有其他不滿 其實你自己除了這個方案 其實可能都是一個動力 你上街 或者去參與活動 有什麼其他問題 是的 都是覺得很有問題 是的 有問題 但我告訴你 什麼問題 如果他一定要這個 利息補償 首先 我們這些市民 普通市民 全民退休補償 工法例 都沒有一個退休補償 我有個親戚 他做到60歲了 他的公司因為好價錢 賣了他的店 解散員工 我一個長期服務金 他做了30年 嗯 你想想一下 你們高官做了多久 只不過做了十幾年 你們要拿一千萬走 還有他前線的公務員 基層的公務員 他們有沒有給一個 又沒得追索 是的 或者離職補償 那些沒有 不過謝小姐 剛才你提到澳門 如果他真的要倒閉 他應該是一個不合理解僱的補償 不過可能又不是長期服務金 但可能補償也不夠 另外就是說 其實現在政府去聽人 全民的社會保障計劃 但感覺上 謝小姐覺得是不足夠的 當然 如果不是 不會那麼多人出來走 和他反對 他的聲音 謝小姐 我想多問你一個問題 不要介意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覺得政府現在應該要做什麼 除了撤案 我相信大家共同訴求 撤了案應該是什麼 要回應居民 他首先要自己出來開記者招待會 解釋清楚 以及你要向市民道歉 為什麼你會這麼闖廠推出這個法案 民生問題上 是的 民生問題當然是 很多都做不好 誰你覺得最需要 他最需要解決就是 澳門澳地 要給澳門人住 解決澳門人居住和營商 明白 是的 謝謝謝小姐 因為我們還有杜先生的電話 杜先生你好請說 大家好 大家好 今次這個離職補償搞到這麼大的風課 為什麼會這樣 這件事是很簡單的 一放明給別人看 就說 你真的是為自己 很簡單說 公務員 他的退休補償 你取消了他的退休補償 就是退休制度 就改為公職金 是 2007年的這個時候 現在你在這個時間 你找要離職補償 是 對於公務員 是不是很不公平 還要說 你本身 你現在是五個資助之中 其中有幾個 已經是公職人員 他本身已經有長糧食了 你還要拿錢 你想想想 不過杜先生 因為實際上 應該他就不會有相分的離職補償 不過你在說其他 譬如禁止工作補貼 確實會有 這些是有的 你覺得都是不合理 當然是不合理 當然是不合理 你做這個工作的時間 正如有些人說 你上來的時間 當你當職位的時間 你已經是以下清楚 你的權力去哪裡 杜先生 其實大家感覺很不公平 很多事情都沒有做好 還有一件事 現在他還打大旗號 吸納人才 我也不太認同 我這個我也不覺得是 現在說我道賊 你不要說給 不用有任何其他福利 給我 你也要福住去做 有福利 福住 車 司機 工人 這個 交際費 我已經完了 我不用利息補償了 是嗎 這些工業局 放在獻部裏面 我想大多人爭 其實也不用這些工 我們公務員 進入公務員體系 也有很多人排隊 是嗎 簡單說 公務員沒有人才 公務員有很多人才 在機制上 令到他的人才不能發揮 問題的人才 不是所謂叫做親屬 或者是至親 所以可以用得到 好 杜先生 容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政府 怎樣才可以 解決到 或者緩和到這個情緒 簡單來說 擺平到這件事 你覺得政府應該怎麼做 如果政府 要真正正做回這件事 很簡單說 你交回你的成績表 是 你過往做了的事情 有多少事情 公眾認同 是 好了 認同了你之後 你給了一個認同之後 後面再談 公眾也好接受 好接受 明白 你過往 由開始 至於現在 你做了什麼 你完全沒有一個公職 去被人認同 明白 任何事情都被人罵 董先生 暫時先談到這裡 我們要去廣告 回來再跟大家 澳門開講 歡迎來到澳門開講 現場的 我們今天和大家探討一下 彌補雖然撒平了 但民怨未平 我們如何解決 剛才觀眾朋友說了很多意見 蘇教授你覺得 核心問題在哪裏 政府為何解決這個困境 這個困境不是很容易解決 其實看回我們有很多朋友的不同的想法 例如包括了 大家很多時候都會說這句 你離任就可以拿一筆錢 即是你退休 但問題在市民馬上說 我們都從來沒有退休金 現在說你搞的這個 沒有強制性 是公職金的制度 強制了那麼久都強制不到 只是政府自己拿出來就算了 現在就是搞中央 但又沒有什麼鼓勵措施 又鼓勵不到中央 在諮詢中 其實問題就是 這個想做退休金 做不到 但是公務員本身 在前幾年又斬了退休金 變成了公職金 但是一走 你一走的時候 就說我要拿回一些 感覺真的好像很不同 那種感覺 給市民說不是自肥是什麼 加上成績表也加不到 這第二個我要說 就是 本來一般來說 這些事情 這個的退休離任 這些和職效應該絕對無關 但是 不是每個市民都是公共行政專家 沒有人會這樣想 每個人都想 你做不到事情又要我給你錢 那是什麼 即是教授從公共行政角度 可能有些機制需要建立 但市民就是看你職效而已 你做得不滿意我 就很難對 一般的市民就是 我搭不到車 為何政府不做好一點 一定是這句 但是你又要拿 其實 校長為何激發到矛盾對立 或者爭議這麼大 我想一路以來 除了剛才說的漠線民意之外 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我們的行政體制和施政團隊 太長官意志 家長識教育 不是 長官識意志 就是他們所謂的諮詢 是他認為的諮詢 而不是真正走入人群裏面的諮詢 直到今天 我們的行政長官的聲明裏面 仍是說 我們的市民是不理解這個法案 我兩次遊行 示威都在 亦都現場運很多我們的年輕人 絕大部分的 是答得很清楚 是完全掌握 那個方案裏面的一些弊端 以及一些精結所在 這是其一 第二就是 大眾的市民是關心的 到底你有沒有一個 問責的制度先建立 第三就是 到目前為止 我們由嬰兒子出生 到老人家養老 整個流程裏面 沒有一個層面上的事 政府做得好 也就是說 這方面的成績表 是完全不合格的 加上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疏忽 我們那種民怨的聲音 不被重視 是導致今天 所以我覺得 政府是有責任 首先 行政長官站出來 撤回方案 是 然後 責任自己的團隊 盡快建立問責的制度 與此同時 盡快將輕重難易 容易解決到的民生方案 盡快做 我想他招成績好的時候 你要什麼彌補 我想大家都接受 更重要的是 我們覺得 後任現任的法案 還有一個離任 這是不可能接受 沒有可能是追數的 即是長期的公務員 就不應該追數 一直以來 所謂吸引人才 吸引人才 是你吸引未來的人才 你沒有可能 因為吸引未來前來的人才 而對過去 明白 如果我開一間公司 我籌賓的時候 我要吸引的是顧客 未來的顧客 而不是過去光顧的人 但是不是都可以籌給他們 你買了九指 今天八指 我還給你 沒錯 明白 因為我們這裡還有陳小姐的電話 陳小姐你好 陳小姐你好 陳小姐 可能的店 陳小姐你好 你好 麻煩要關上電視 請跟我們說 有什麼意見 各位好 我想說 今天看到一些報警 覺得很影衰澳門人 即是那些投票反對 否決 真是很浪費了我們當時支持他們的一個心 但陳小姐 你覺得你的不滿 在哪裡可以說出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冷血 為什麼這樣說 有人性的話 不會這麼多人出來 都更不尊重民意 即是你覺得他們真的好像忽略了民意 但陳小姐想跟你說一下 其實我想你肯定就是反對這個彌補法案 我相信也不用想 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都因為其他很多種種對社會的不滿 再加上這個法案 是一個導火線 令你走出來呢 其實澳門人 每個人都是被他們逼出來走出來 嗯 即是官立民犯的感覺 是的 因為覺得他們真的沒有什麼人性 嗯 而你要有人性 你不會加暴法 又不贊成 那你盜蜜法 基本的愛心 都沒有 再加上現在 你早前 有兩萬多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報紙會說登幾千人 好像昨天有七百千人 他們可以說只有幾百人 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人說有幾百人 不過可能這個應該是新聞不斷更新 可能有些現場新聞 總體的時候 不過就是剛才說 七千人之前的七千人 可能是警方的估計數字 但至少大家 我相信我自己剛才說 都是兩萬多 我想這個數字是不至於的 但陳小姐 我相信你也很不滿 但你覺得你怎樣才可以接受到 或者政府應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是不是政府的問題 還是立法會裡面的議員的問題 都有問題 他們真的是議員 還是真的是演員 明白 是嗎 你多分拉票不是這樣的 好的 陳小姐暫時和你談到這裡 還有下一個電話 你好 喂 李小姐你好 我想說幾句 請說 我覺得有很多學者或者市民都好 不敢真是說 其實真正最大的責任應該是特首 我們回歸15年 我們所有的特首長期都是不作為 這個是先施進下禍根 他縱容下屬 包庇下屬 那些下屬貪婪 做錯事的 他全部都是違法 變成瑕疵 那怎麼辦 我覺得 反正特首的人選 都是中央陰險的 才要經中央 我希望 我再求一求特首 其實特首人選 不一定要四大家族的後人 你看他做不到事 這次特首他堅持不撤回 在拖治他用緩兵之計 證明其實我們的特首 只是顧著自己的利益 我希望我這裡再肯定中央 應該就麻煩你 其實我們人才多的事 不一定要富人的後代去做 明白李小姐要選擇 有能者居置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還有鄭先生的電話 鄭先生你好 是 鄭先生請說 麻煩你快點 因為時間後面還有很多電話 請說 我覺得這次的彌補法 應該等下一年 我們下一屆再做 現在我們那些民生都搞不好 他們在搞這些事情 鄭先生你有沒有去參與遊行 或者昨天的正座 我有去正座 沒有很遊行 感覺上是否大家都 除了這個法案之外 也有很多民怨在裡面 是啊 激壓了很多民怨 因為很多怨氣 鄭先生你自己最不滿的是什麼 民怨裡面 交通、醫療 這兩樣最主要 你覺得問題在哪裡 交通、醫療 雖然很多人說 每個人都有些不同 但我想聽鄭先生你怎麼看 醫療 你現在 我們去看醫生 來看急症 尤其是我們要幾個小時 我們要 還有交通 你有時現在沒有位置 電單車也沒有位置 這輛車也沒有位置 坐巴士也坐不到 坐的士也坐不到 這叫我們怎樣 明白 所以感覺上 很多問題職員 再加上這個法案 剛才也說了 可能是一個敏感的時刻 又不是在下屆 一些正常時候做 感覺是一個敏感的時刻 就覺得一個很大的不滿 對 人們都叫他 不要做 叫他撤回 他又不聽 一味也是這樣 明白 鄭先生我想請教一下 你覺得政府應該怎樣解決這件事 你現在是做好民生的事情 先回應民生的訴求 你才可以其他事情再想 你做了自己的事情才可以 明白 鄭先生 多謝鄭先生的電話 我們還有呂先生的電話 呂先生你好 呂先生請說 你要快一點 呂先生請說 我是一個博彩從業員 我們之前一直都訴求 很多博彩從業的訴求 政府都不理會我們 包括控煙 控煙 外路 公平對待 很多很多的問題 政府一直都牧視了我們的問題 其實我尤其控煙 我真的覺得法律出色 為什麼可以一拖再拖 一讓再讓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不值 最新的東牆控煙法 根本就是沒有來拉更的 全不清晰 還要一些減了 但是貴賓廳又不減了 是 中場 如果有 中場矛盾的地方 最新的資訊就是 如果在那張桌上 有私人承包的話 是可以減煙的 那就不叫中場減煙 是不是 即是很多小的爭議 明白嗎 希望政府可以解釋清楚 但是呂先生 你是不是最重要 當然你都是反對這個法案的 但是你都覺得他需要回應一些 包括博彩從業員長期提出的訴求 才可以解釋這個問題呢 還有 政府的稅收 絕大部分都是由博彩業提供回來的 應該就是為從業員 創造一個好的環境 工作環境 是 麻煩你善待我們從業員 明白 在這個法案上 我們堅決反對 麻煩你立即撤回 撤回 明白 而且一定要回應到其他居民 一些民生訴求 不過你剛才提到的 一些博彩的環境 明白 沒錯 謝謝呂先生的電話 我們在這裡公佈一下 有關今晚的最佳活動的觀眾 就是劉先生的 恭喜劉先生可以獲得 由珠海澳特美國際會所 數可泰SPA的一千元消費券 稍後會有工作人員聯絡劉先生的 時間都不多 給兩位做一個總結 每人分多鐘 現在這件事會去到 剛才說 年輕人出來 我們是很高興 因為他們踏出第一步 告訴我們的政府 他們是關心社會的 我們不滿意 你所做過往的事 現在 希望你將來做好些 我現在就第二步 看政府 你怎樣去做 我們最簡單 現在大家的要求是 撇回了這個法案 先是平息一下 先大家的怨氣 後面再說 沒錯 首先在第一步裏 收了這個 收回來 因為現在沒有人可以收到 除了政府 這是最重要的 特首 對不起 現在說 希望特首聽到這句說話 請他收回來 然後我們遲些再去談 這個制度 這是必須需要 第三 最重要的 就是現在我們的社會 踏入了 我們以前提及到公民社會出現 我們的年輕人在這裏 是很小心 應該要開始走去真真正正的公民社會 即是要理性討論多元互動 不是走向兩極化 不過這個政府的主動權在政府那裏 我也覺得 我意思是不想政府激化他們走向兩極 這個最輸就是社會了 特區政府一直強調所謂吸引人才 不論是否趨勢關繼續連任 我想特區的班子 首先真的要認真考慮 第一 不要再製造那麼多土製炸彈 那麼多危機 反過來 要真的吸納一些能夠拆彈的人 我們一直以來 十幾年我們的政府 在漠然民意上 是不能夠沒有人才 在裏面拆彈 即是說危機意識沒有 拆彈的能力也沒有 我想在領導班子 或者主要官員班子的一個調節上 我想在這方面認真考慮 第二 一如教授剛才所說 公民社會 我們在這個運動裏面 似乎都已經見到一個初刑 還有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有機會呼籲我們的年輕人 在未登記做選民 登記選民 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 真正投神聖一票 用我們的神聖的票數去踢走賄選 讓我們的議會裏面 真真正正有代表我們市民的聲音 我不管什麼同行會 用什麼手法 但是 我由1991年開始 我參加立法會選舉 到今天 我們仍然看到 賄選之聲 不絕意義 我們希望我們真正廉潔的選舉 在我們內屆的所謂的立法會選舉裏面 真正體現 讓我們的議會真正能夠代表民意的聲音 廉潔公平公正的議會 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今次事件裏面 政府的一些決策 或者應對一個危機的處理 確實是存在很重要的失誤 亦是引起很大的民憤 剛起步的公民社會 我自己的感覺是一個交叉口的上面 怎樣走出我們公民社會的一步 究竟是走向兩極的奔法 還是多元社會 由大家決定